專家開咪 繼續回來這部份就是專家開咪在大連初一請到這位嘉賓跟我們聊天 他經常都巡捕 亦都對市訪方面很了解 就是成會商鋪基金管理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李根興博士 Hello Amy 你好 恭喜發財 大家好 先祝大家要生意興隆 因為我叫李根興 還有龍精虎猛 因為我吃虎 最重要是八個披皇 最重要是泡泡高升 農曆新年就是內地旅客房的高峰期 今年市道的情況是怎樣 你應該跟不少商戶方面聊過 他們怎樣看? 市道 我覺得很多人不斷套苦水 但我看來看去的數據其實是不差的 為什麼呢 說回去年整體的零售總額 2023年公佈出來的時候都有4060億 即是接近418億 你當它 比起上一年的時候是升了大概17% 比起2013年14年 零售最高峰的時候是自由行下來核心區搶舖 搶手錶 搶手袋的時候 那時候都是在說4900多億 即是現在跟零售2013年的最高峰 是搶了大概17-18% 但記住 港幣是跟美元掛鉤的 港幣沒有跌過 日本銀跌了四成 歐羅同期跌了兩成 人民幣同期的十年間都跌了一成 意思是甚麼?其實香港的消費很強 唯一就是香港人北上的消費 沒問題 下一個問題我問你 你有沒有下過尖沙咀? 有沒有下過銅鑼灣、旺角、中環? 中環也是普通話 有呀 我有下過去 我以罵了很多 原本想搏Arilyn冷水 不過她自己說了 其實我也很想說 今年開關之後 即是上年開關之後 我們都想不到 已經流上去的人都很多 簡直好像變了一個潮流 你不上去就退 其實你剛才說的那個現象 跟如果北上這樣的時候 是會怎樣的影響呢? 影響是甚麼呢? 現在整體上的零售趨勢兩極化 所有拿得上身 過得關的 全部大升 所有拿回家的 全部大跌 甚麼意思是拿得上身 過得關呢? 最升得最多的 中標珠寶 上年都看到了 中標珠寶的時候 上升了55% 就是奢侈品 另外第三副鞋物 上年整個零售總值 升了41% 第三升得多的是甚麼? 藥物、化妝品 塗得上身 過得關的 升了40% 說過關 先問問你 我們知道 今時今日的例子 如果我們進大陸 可以不打稅的 就5000元而已 某些議員就說 不如加到3萬 其實你認為 是否真的應該要加到3萬 拿得上身 5000元和3萬元是為了六倍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香港人 要綁著手被人打 為甚麼按住來搶 甚麼意思呢? 香港人北上消費 一簽就一萬行都行 沒問題 早日上落 即日上落 即日上落 上一次都行 但內地的朋友來 一簽就可能一行 兩個星期一行 兩個星期一行 很麻煩 來多次都很麻煩 還有香港人去內地消費 所以買了所有東西 10萬元的貨物拿回來 香港都沒問題 但內地的朋友來到這裡 買5千元而已 5千元而已 有限制 其實好像通過 買幾支護膚品都通過 都是的 所以為甚麼呢 有這麼多限制之下 都香港剛剛說起的 中標珠寶 那些藥物有可 三副鞋物 全線上升 唯一是超級市場 家庭用品 風扇 雪櫃那些 拿回家裡 貓狗也減少了 所以零售的趨勢 是兩極化了 當然 如果真的能夠 一千多行落實 又或者是五千元的免稅 變成三萬元 多少萬元 當然是對香港大好事 這些就是希望特區政府方面 有關官員 跟上面對口單位 多些溝通 看看如何可以放寬 但剛才也提到 通關之後 不少人都外遊 或者北上消費 特別在農曆新年 有些關口方面 都延長了通關時間 那你自己看 對於香港這邊 北上消費的市道 方面會不會打擊到 我們這邊的一些人手 你問我 我就覺得北上消費 是一個笑話 為什麼一個笑話 香港人是小孩子 經常都什麼 英文叫做 人家看玩具 好玩一點 始終是 自己的晚上就是差一點 不過我也有聽過 看你想多久 我覺得北上消費 是不會逆轉的 只會越來越多人 北上消費 包括我在內 因為真的北上很好玩 真的很便宜 問題是什麼 香港人留在香港消費 其實很少 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人 2020年 2021年 的時候 香港零售總值 大概可能拉雲的時候 是3400億港幣 全部香港人消費 740萬人口 平均你除去除 每人每天在香港 消費的是130港幣 不是真的很多 因為香港人留在香港 是不消費的 大家都回家吃飯 但是你一外遊 包括你和我 去內地也好 去日本 我剛剛去完布吉的時候 每天花錢都很多 外遊的人士來到香港 平均消費 是說2300元 2300元遊客消費 香港人本地每天 消費130元 是差了17倍 意思是什麼呢 香港740萬人 全走都沒問題 最重要是要有遊客來香港 消費就厲害 你剛才那些數據 我又有點疑惑 為什麼呢 我想很多香港人 都跟我們反映 說 現在經過那些鋪 十間了七間 連著街招 如果你剛才那個現象 是這麼說 香港消費又好像高了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特別我們看到黃區 也都還沒有 是呀 什麼事發生 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香港經濟差不差 不差 一點都不差 你走那條街到處都會 失業率又低 請人又低 人工又加 租金又上升 你跟我說經濟差 你沒事 香港是什麼 是投資環境差 股票差 樓市差 鋪市差 為什麼差呢 因為呢 價值 銀行收費 你做開店鋪的時候 你都知道 銀行公開一條數 突然間 你家店鋪 現在2.9厘回報 2萬9千元的租金 乘12個月 除2.9厘 即是你家店鋪值12萬 突然間 不是2萬9千元租金了 你打算2萬元租了也好 或者1萬5萬元租也好 突然間 你那個零數回報一下降 銀行公開一條數 收費 多不多這些情況 當然有 現在很多人被迫去賣出來的時候 都是因為銀行公開一條數 還有很多時候 因為銀行的時候 你打算賣一間店鋪 2.9厘是平均市場回報 買得店鋪的人都探心 一個人都想3、4、5厘以上回報 那你打算賣出去的話 你2.9厘租出去 即是你不用賣 那很多時候 業主情形丟空 專家開麥 等一個願意給4、5厘回報的租客在那裡 那我才租出去 多不多這些 真的丟空了在那裡等的 有 當然非常有 因為做得店鋪的業主 辭貨能力都強的 他那時候已經是幾代了 那變成他擺在那裡 想著如果是沽貨的話 他一定要租好一點的價錢 不就寧願丟空 但是農曆新年這一段時間 很多時候都有些短租 短租 現在的情況 買利是豐買花的 短租的情況 又比較兩極化些 利是豐一定多 因為遊客多 今年農年的時候 特別利是豐的銷路是會好些 花相對地 今年的燒情會差些 原因是外郵 有客過來的時候 不會買花的 花拿不到 拿不到過關 拿回家後 那些人又外郵 出去消費 去了韓國 去了日本 去了內地玩 不用那麼多花吧 所以整體 利是豐也好 暫時買蓮花也好 那些店舖也多了 但整體上市道 花比去年會差些 利是豐比去年好些 Arilyn 我想問 不只是我們要努力 政府似乎都很努力 有椰濱分 有十八區 有廟街 還有城市經濟 你個人覺得有沒有用 你問我 爬難手掌 爬難手掌 如果走去海濱 我覺得100分是70分 即是海濱旁邊沒有店舖 走去海濱的時候 你想吃黃國的消費 放在魚蛋 但旁邊你想找一間餐廳 都沒有就回家 但是如果你說 舉個例子 在佐敦廟街的 或者市集入面的時候 去搞的 上環這個虛市的 那些人下去 經過那些店舖 你自然會買東西 買衣服買褲 口渴的時候 去完那個花市 我跟你們說 不要街周邊都黃的 黃起來 我旁邊有間 腳底按摩店 立刻人客都到了 搞到我都馬上加租 而且這些在市集入面 去搞的話 會帶黃旁邊的商店 拍銀手掌 但你走去觀塘碼頭 邊邊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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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要記住 商店最大的敵人 最大的敵人 不是北上消費 也不是遊客 最大的敵人 是留在家看電視 聽收音機 不要聽收音機的好事 就是上網 每個人留在家上網的時候 不出街 這個是商店最大的敵人 所以最重要 令到他們出街 聽演唱會也好 市集也好 花虛也好 一出街就會笑 即是搞一些大型活動就可以了 即是有大型活動的時候 絕對是好事來的 因為去大型活動 你看花車也好 看表演也好 去演唱會也好 你不會去演唱會 今晚有花車巡遊 明晚有煙花會 其實政府是做很多事的 初三還有賽馬 我剛才你解釋了現象給我聽 其實不是市差 因為店舖有特色 就是我租便宜了 銀行就不租了 所以你看到比較多 因為普通人 如果不是這行 如果不是你這樣 是誤會以為市差到極 但你剛才說的數據 事業率 以後真的不是那麼差 好 接著我就問了 但現在真的有很多 close down 那其實 demand supply 那會不會你們肯開的 租金會高一點 因為供應的店舖就少了 又或者我記得你疫情前 也有店舖的買賣 這段時間 租金和買賣怎樣看 那不如這樣吧 這些那麼多的問題 休息一下 是很複雜的 繼續回來這一節 就是專家開咪 今天一節拍回來 有勝會商鋪基金管理創辦人 及行政總裁 李根興博士在這裡 大連初一先祝大家 在裁員廣盡 生意興隆 和百業興旺 Erin 剛才我問了Erin 一些很技術的事情 就是說 如果有些人 就不開店 因為人工原因 或者自身利益 但是 Erin也說經濟不是那麼差 但是 如果這樣的時候 開的店舖 就是會貴一點租 價錢應該高一點 其實是不是這樣呢 看回猜口物業股價處 政府的數字 最清晰了 整體來說 租金雙舖的回報 最低的時候 可能是2.1厘 2.2厘 近年一直上來 2.3 2.4 2.5 2.6 2.7 剛剛講的最新的數字 2.9 我想很快過3厘 就是說 其實現在租金整體上 跟樓價是很相似的 樓價跌 舖價跌 但是樓的租金上升 舖的租金都是上升 尤其是哪裏呢 尤其是核心區 主要四大核心區 尖沙咀 旺角 銅鑼灣 中環 那些租金的時候 你留意就是 肺炎疫情期間 就說從高峰的時候 因為很多短租 跌了來八九成 現在即使變成長租 你看新聞的時候 都說跌了來五六成 八九成跌了來 現在變成五六成 其實已經加了租 兩三倍了 所以在核心區來說 其實租金是強 差了就是業主席人 所以賣價都升著 一起上升 賣價升不了 為什麼賣價升不了 銀行咖洞 收水 利息 之前的利息是1.2-1.3厘 現在的利息是1.2厘 現在的利息是1.2厘 利息是7厘 真的很難計 追不到 你自己看傳統 旺區方面 商譜價格或租金的走勢是怎樣 以往記得疫情那段時間 你都有賣有賣 其實那時經常說 可否尋補 到底沒有 現在各行各業都有些儲光 雖然逆後復甦不至預期 怎麼看租金和價格走勢呢 整體上 我始終覺得 永遠都是cash is king 尤其是現在這個moment 現金為王 沒有現金的 就是捱著被人打 堵著被人搶 我現在形容做 但始終我們做基金 上年我們做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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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大概50間店 8億港幣左右 今年我們都開債 一直不斷出入出入 所以現在整個鋪市 其實去年 根據四大代理 其中一間統計出來 去年是有c 第二來 舖市是最少買賣的 他說一千宗的舖的成交都沒有 成交金額上年只有185億其中一間行去統計 那一整年真的嚇死人了 一單都不止 即是說每年185億 總之舖市現在的成交量每年大概是一千宗 大概是二百億港幣 即是說每間舖大概是二千萬港幣 我們已經佔了整個舖市大概4%的成交量 總之每一百元的成交有4元就是我們的基金 但今年的時候我們部署也是 盡量得的話 總之有錢 cash is king 但買一些核心區的舖店 能夠可以坐到一些我們住人都入了市 還未公佈的 很漂亮的位置 四五厘回報 最核心最漂亮的街道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沽出來呢 因為被人家召喚 沒辦法 所以我們還是盡量買入多些四五厘左右的核心舖店 或者有些比較三四厘的民生區的舖店 我們就會套現 作為一個換貨換貨的模式 那Maren 我想問 你知道 傳統香港都是鞭鞭的 樓市和股票都是很開心 很多年 但是今年或者去年都是不開心 一起不開心 其實有股票和你們的商店投資 或者商業有沒有關係 誰知道去年不開心 不開心 香港已經四五年了 誰知道一年了 去年是特別不開心 19年底的時候我以為不開心完 2020年底的時候剛剛開始 肺炎以為有谷底 2021年又谷底 去年我以為有谷底 去年我以為有谷底 今年不開心那麼久 今年2024年1月份有誰比開心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整體市況都是差的 不過雖然你說不開心 但是始終記住 經濟和投資環境是兩件事 經濟好不代表投資環境一定是好 因為經濟好的時候 在香港舉個例子 在疫情期間經濟差不差 差很差 整條街都沒有人 零售總值收縮 生意額每個都下跌 失業率又上升 但是投資環境好 因為接近零息 接近零息 就是過些錢勇去買房子買股票 所以你看回那時候疫情期間 股票都差不多30萬年了 我記得我留本疫情賣不差的價錢 現在是經濟好投資差 但是現在的市場是16,000點而已 還在危險危險 所以現在是怎樣花錢 你會發覺普通一般的經濟 你去那間茶餐廳買生褲蟹物 買藥物你不會怎麼省發 但是大行的投資 買房子買店 買一些大額的股票的時候 因為整個財富效應 恆指也有3萬點到16,000 沒有了一半 現在16,000也沒有了 也沒有了 所以財富效應影響 樓市有影響的底下 自然你作為大的投資 每個都會守緊 但是西微金額的時候 加上香港有遊客來消費 遊客來消費的話 他們的經濟環境好 當然 你最近買店的頻道是怎樣的 或者現在還可以沉寶呢 大把 我記得上次跟你聊 就不是大把 現在多了大把兩個字 現在是大把 為什麼叫大把呢 我仍然都是市差才多機會 市好就多陷阱 市好的話每個搶 現在很多蝕樣都是摸頂 過去幾年 但是市差的時候 你慢慢摸 在核心區最美的位置 包括我們剛剛在尖沙咀最核心的那條街 買了一個超美的 我也沒有想過有錢買那條街 5厘以上的回報 買了下來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開心 遲些新聞你看到 等著刷 那意思是什麼呢 發覺坊間呢 今年我們的目標的時候 買了大概10億港幣的店 總之你有錢的話 其實坊間有很多很美 很優質最核心的位置 4-5厘以上買得到的 我們今年都是進行一個換貨行動 Erin 我想問 你知道我們都是這行業 我們就頻頻都說 銀行很兇惡 又召喚 又逼你還錢 其實在商鋪和你現在做基金 因為一直加息 你有基金放在你那裡 他的回報都希望一樣的時候 但是因為資金成本貴了 但是你們召喚錢方面 銀行對你們的儲態 有沒有改變呢 其實 幸運地 我不知道其他怎樣 不過幸運地 因為我們買的店舖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租金收入 通常我們買的 尤其是今時今日 買的進來 我們做的租金 通常都過4厘以上 除了有一件真的大跌眼鏡 最近我們買了一個 波斯庫街的店舖 5千萬買回來 竟然波斯庫街銅鑼灣 我們竟然租了給這個兩送飯 租金11萬的時候 回報只有2點多厘 這是我一生人最低回報 這個很受大家關注 在郭鑼灣有兩送飯 兩送飯殺入銅鑼灣波斯庫 就是世界變 這是世界新聞 我也想租給中標珠寶 但是那些消費還沒回來 但是其他比較民生的位置 或者比較次一級的核心位置 只要我們不要追求 真的每次去到中標珠寶級 普通買三賣庫賣零售的時候 4-5厘回報現在很容易做到 銀行都是看著你的厘數回報 我只是借錢給你 所以現在幸運地利息貴一點 都是Hyper街一兩厘 現在Hyper街大約四五厘 不貴了 很漂亮的了 Hyper街一兩厘 都基本上排著隊 那前景怎麼看 前景很樂觀 為什麼呢 你想想香港的時候 現在其實很多限制 我都說了 香港的消費是被人綁著手來打的 接下來一千多行應該會落實 先行可能是深圳 可能之後就是大灣區 之後就是廣東省 之後可能多幾個省全國來 還有你記住 香港最多內地遊客的時候 說的是2018年 那時候肺炎社運錢的時候 是說五千一百萬內地遊客 五六千萬 五千一百萬 但是你記住 上海的內地遊客是3.7億 北京是4億 香港的五千一百萬 是小毛見大毛 只要那些人 內地是自由可以來到香港 還有記住 香港有一個叫做投資移民計劃 未來呢 下半年將會落實 三千萬裡面的時候 三百萬 放入政府的科技 一千萬可以買工商店 二千七百萬 可以買一些地產和住宅 沒有關係的基金 包括我們在內 那變了來說 其實這一筆的錢 是一個很新的力量 放在這個舖市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 一千多行將會落實 那時候美國又開始會減息 不會再加了吧 減就肯定減了 減了時間 現在說下半年 如果那個減息有多 但你全錢是知道低了 低了 再加上 另外那個投資移民 三千萬的時候 我相信 香港下半年的時候 你現在有錢 買定先 下半年會升 好啊 希望下半年大家都越做越好 開口中啊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Joyery工作順利 今天節目時間到這裡 拜拜 謝謝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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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